在前不久的周知课北京分享会上 有一位网友就告诉周知 说在他老家有一个金店 这个金店是开在市中心 装修了非常的富丽堂皇 老板进出也都是坐豪车 这个金店接受大家的投资做理财 很多人都往那去搁钱 但就在几个月前 金店突然关门了 原来是老板还不上钱了 跑路了 其实通过金店做幌子 来做非法集资的事不少 今天就来说一说 在河北历史上规模最大的非法集资案 它的主角就是一家黄金公司 叫黄金家 这家公司涉嫌非法集资多少 53.9亿 涉及的人数是多少呢 是三万六千人 那这家公司是怎么从一个金店 就变成了非法集资案的主角呢 我们从头说起 黄金家成立于2007年 在河北廊坊 这可是一家非常知名的公司 因为你到了廊坊 要想找他的话非常容易 首先在市中心有一个黄金家的大厦 而且在这个大厦前面 有着一个四五米高的雕塑 在雕塑的头上就是一个金元宝 还有一个金钱 由于这家公司是河北的第一家专业的黄金投资公司 所以呢 它也被称作河北黄金第一家 另外啊 这家公司还走出了河北 在全国的九个省市都有他的分公司 店面连锁店超过三千多家 这个公司的董事长叫肖雪 也被称作河北黄金第一人 他呢经常出现在各种高大上的场合 身上也有各种的荣誉 像什么全国三把哄击手等等 这样一个有实力的公司 还有这样一个有人气的董事长 那黄金家在当地就是财富的象征 其实说起来 按照这样的一个规模 而且是从2007年成立的公司 很快就赶上了黄金价格的上涨 如果能够搭上这个快车的话 想挣钱是非常容易的 但实际上在这家公司的业务当中 和黄金相关的只占 10%90%都是理财生意 也就是说黄金家实际上是挂羊头卖狗肉 回报封后员工福利精神连财好手段 财大气粗产业众多 只为忽悠投资者 更多靠谱有用的财经资讯 更加直接充分的互动沟通 欢迎加微信公众号周知客 或加入官方QQ群 或访问周知客官网 他卖的理财产品是怎么销售呢 在这家公司呢 有一个预售和预定黄金的平台 这个平台呢 是当地政府批准保留的 十家这种交易类的平台之一 在这个平台上有两个理财产品 一个呢 是叫中立仓 所谓中立仓呢 操作方法就像余额宝一样 就是你存你钱来之后呢 可以随时取 那收益呢 又是余额宝的四到五倍 比如说 如果你是五万其存的话 你的收益是11.8% 如果你是十万以上 那收益就是14.8% 存的越多 收益就越高 你什么时候想取 随时就可以取走 这样的一个高流动性 这样的一个高收益 其实说起来 本身就是不相匹配的 是有风险在里面的 那还有一个 是叫内部福利 这听一听 真不像是一个理财产品的名字 那之所以起这样的一个名字呢 后来想 两个原因 一个呢 是为了规避 非法集资的一些风险 那第二个呢 其实就是饥饿营销 那因为这个理财产品 它的收益 年化在20%左右 那不是什么时候能买的 它只对内部员工 还有员工的家属来发售 那当然有这么一个收益放着 很多人就非常受吸引 都想来买 买可以 你要买的话 你就要签字 那就要在员工家属关系书上 要写上 你是某某某的七大姑八大姨 到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来买了 实际上 你真要是到了买的时候 那也是敞开卖 那想要买多少就买多少 而且到了2014年的时候 这个投资收益呢 还又往上升了 这是在某个分公司的经理说的 说在2014年的时候 他们的理财的收益是多少呢 如果你是1万起 其存的话 大家注意 这个时候门槛已经下降了 以前是5万 那现在是1万就可以做理财 1万的理财收益是13% 如果是10万以上 是20% 那如果是50万起的话 那年化收益就是22% 也就是说如果你投资50万 一年之后拿回11万 如果投资100万的话 一年之后拿回22万 像这样的一个高收益 当然是非常的有人 但除了这个高收益做诱饵之外 黄金家还有他的营销指导 首先是对公司的形象 进一步的宣传抬高 在对外宣传当中呢 黄金家经常说啊 这个公司实力雄厚啊 我们在金色绿色还有彩色产业上 都有大量的投资 所谓金色投资呢 其实就是和黄金相关的一些产业 黄金家就说 我们在海外投资的金矿 我们在广州设立了珠宝加工厂 然后我们在香港还有珠宝设计中心 我们在深圳还设立了前海金银业贸易厂 这听起来啊 是贯通了整个从采矿啊 到加工啊 到销售这样的一个链条 链条非常完整啊 实力非常雄厚 那当然把钱交给他就非常的放心 再有啊 绿色产业 是指啊 在当地廊坊投资的一个啊 有机农场 那投资这个有机农场的作用是什么 我们接下来说 那第三个呢 是彩色产业 彩色产业呢 是指头像的啊 像什么房地产啊 像什么塑料加工 还有啊 像小家电等等这样的一些产业啊 给人感觉呢 就是我们是多元化投资 涉猎了诸多的行业公司的实力 非常雄厚 再有啊 公司的董事长 萧雪呢 也是频繁的出入各种什么捐款啊 公益啊 这样一些活动 而且呢 捐款的时候呢 出手也非常大方 那让人感觉啊 这个公司是一个有国际化事业 而且呢 非常有社会责任感的一个公司 除此之外啊 在失以小力 这家公司呢 专门做了啊 叫民以金 民以金呢 号称是千租金打造 啊 每一个重量是一克啊 当然价格也就是几百块钱 但是呢 却广为派上用场 比如说 当公司来到某地 要开始建分公司的时候 会在报上打广告 然后啊 请客户到店里来抽奖 那抽的奖当中 大量的就是这样的密集 另外呢 公司还大量的赞助社区的一些活动 比如说就有一位投资者 一位老年人 他呢 是因为参加社区的门球比赛 这个门球比赛呢 就是黄金加赞助的 由此呢 他又对黄金加的印象非常好 后来就到黄金加去做投资 当新客户来到店里做投资的时候 只要你真金白银掏出来 马上也可以参与抽奖 当然抽得的大部分 也是这样的迷你金 当然高的 可以高了多少呢 是价值万元的金佛 在这个时候啊 这个迷你金 可就不仅仅是说小 所以叫迷你的金子 而是迷倒你的金子 就是诱人上钩了 那与此同时 为了留住老客户 他们还有一个措施 就是经常领着这些 此前已经做投资的客户呢 到他们的有机农场去参观 参观之后 大家可以做些采摘啊等等 临走的时候 还要再给您送上一箱的蔬菜 想一想 隔三差五的 还要搞这么一些联谊活动 然后人家还要给自己送菜 当然这些客户心里就会觉得暖融融的 但实际上公司的目的是什么 公司的目的是说 信任我们 觉得收益不错 那既然已经在这里挣钱了 就不急于把本收回去 不如把钱放在我们这儿 利滚利 那不是挣得更多吗 这实际上是鼓励老客户 循环投资的一个方法 再有 就是怎么能够让客户去给自己带客户 在深圳就发生这样一个事 深圳的有一个分公司 一个店的负责人 就发现有一位客户 从这儿做到理财 然后呢 小有收获 后来呢 他给自己的邻居就说 说有一个黄金价做投资不错 然后呢 他的邻居听信了这样一个说法 也来做投资 这个店的负责人呢 就发现 这个人不错 有活动能力 然后呢 他就给了这个人回扣 再接下来 发现这个人又拉了客户 干脆就跟他说 说这样 你呢 就算是我店里的兼职员工 我呀 每个月给你发工资 当然这样一来 这位早先的客户 后来的员工 那记忆性就更高了 最后在一个小区里面 就帮他拉来投资是多少呢 是两千万 大家可以想 黄金价 鼎盛时期 在全国是有三千多个店面 就这样一个小区 就拉了两千万 那想筹集五十多亿的资金 对他真不是一个什么样的难事 羊毛出在羊身上 一旦资金出了问题 那无论是金色绿色还是彩色 都得变成黑色 总部被查 数十亿资产下落户 血本不归 上万投资者 绿普雷 那后来问题是怎么出现的呢 一个是有关部门 发现在黄金家的银行账户上 出现了这个资金的移动 引起了警惕 那再后来呢 也有客户发现说到黄金家要想去取钱的话 不像以前说什么时候取了 什么时候取了 有困难 那后来媒体去调查 说怎么回事啊 结果店的负责人就说 其实大家投来的这个钱啊 根本不放在我们店里 大家的钱一到账 很快就集中到我们的河北总部去了 然后呢 资金是由总部统一运用 这些钱做什么也不知道 如果客户要提款的话 其实我们都是根据计划 然后申请资金来还 如果没有给我们不资金的话 我们就没法把这个账还上 那在2014年的9月18号 警方对黄金家进行了查封 查封的时候 当时账上资金是21个亿 再加上什么房产啊 汽车啊等等这些通算起来 那可以雇一个10个亿左右 这样呢 就是30亿出头 那根据后来大家在报警的过程当中所提供的数字 是集资50多个亿 那剩下的20多亿去哪呢 我们先来看啊 按照黄金家的说法 他做了这个金色绿色彩色投资 那首先这个金色投资啊 警方调查根本就没有什么海外的矿产投资 包括在广东的那个珠宝加工厂 实际上呢和黄金家也仅仅是一个合作关系 就是说啊 你这边啊 有原料发过去 对方的做加工 加工完之后交货啊 就是这样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商业合作关系 根本就不是说黄金家投资的一个什么珠宝加工厂 那他所说的 在深圳建立了前海经营业贸易厂 又是怎么回事呢 周知专门打电话 给这家前海经营业贸易厂 去问说你们的投资方是谁 结果对方说呢 他的投资方是香港经营业贸易厂 和黄金家没有任何的关系 那周知再问 说那你的会员啊等等 你的这些合作关系当中 有没有一家叫黄金家的公司 对方说没有 那现在看来 所谓的黄金家啊 设立了前海经营业贸易厂 这样一个说法 也是子虚无有 那再就是还有绿色投资 彩色投资 其实这些投资的平常的运转 靠的都是投资者拿来的理财的钱 那这样一来 最有可能的一个结果 就是剩下的20多个亿都被用去装修门面啊 然后去支付承诺给投资者的高收益 黄金家出事的消息啊 在散开之后 在黄金家全国的投资者当中就想扔下了一个炸弹 这其中很多投资者呢都是中老年人 他们都是拿自己的集蓄啊 往里放了几万几十万 那也有的投资者呢 是自以为聪明啊 算了一笔账 像我们前面提到的那个中立仓 收益比余额宝还要高 好几倍啊 那这样一来的话 那如果从信用卡里面提现出来 投资到这中立仓里 然后再按时去把啊 这个信用卡的钱还上 当然还是可以挣钱的 所以呢 还有的投资者是从信用卡里面提现提了十几万 投入到这个中立仓的交易当中 那这样一来也被套牢了 那现在再回看这个事情的话 如果说在黄金价格上升的过程当中啊 说他有高收益 那黄金价还可以圆这个谎 那后来当黄金的价格开始一步步下跌的时候 继续有这么高的收益 那其实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骗局 一眼就能够看穿的 提醒投资者碰到这样的事 还是要多警惕 那对于其他投资者啊 如果您在什么珠宝店当铺 还有汽车贷款公司啊 这样的一些机构也有做投资理财的话 那也要小心 这可能就是打着震惊生意的幌子 做的非法棋制 更多靠谱有用的财经资讯 更加直接充分的互动沟通 欢迎加微信公众号周知客 或加入官方QQ群 或访问周知客官网 有网友给周知客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啊 说是自己的老母亲呢 刚刚在一家金店做了一个投资 又是和金店相关的啊 投资怎么做呢 说花30万在这个金店买了黄金 但是呢 没有见到黄金 然后这个黄金呢 马上就委托给这个金店来做保管 然后呢 这个金店不收老人家的保管费 老人家呢 也不能从这个金店拿到什么 这个保管的收益 但同时这个金店和老人家就签订了一个 劳动关系合同 那在合同当中呢 就约定每个月呢 给老人发3000块钱的工资 当然啊 如果你这个黄金在我这搁的啊 这个托管的时间越长的话 我可以给你的工资每个月更高 那这个投资者呢 就问啊 说这个投资靠不靠谱 那周知简单算一下哈 这其实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投资理财的关系 那如果是30万一个月给3000块钱的话 等于是按照1%的收益 那相当于年化是12% 这样算下的话 在年化收益当中不算是风险特别高的 但是啊 Money在哪呢 是非常简单的一个投资理财 那为什么要设这么多的环节 设这么多的扣啊 你先要买黄金 然后呢 还见不到黄金 然后又要托管 然后托管还没有什么收益 然后我要再签一个这种劳动合同关系 周知觉得哈 如果一个事情可以简单 还偏偏又被搞得复杂了 往往里面就有局 所以从这个角度呢 提醒您一定要特别的当心 多往那个金店跑一跑 看一看 那为什么会是这个样子 金店的经营状况怎么样 如果啊 真的是稍微有一点不放心的话 建议马上撤回投资 关于投资理财 欢迎问周知 也欢迎加周知客的微信公众号 周知客的QQ群 或者访问周知客的官方网站 周知从小处讨论财经常识 咱们下期下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